歡迎收看《歡迎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凌凌 兩岸大事國際交流點深度剖析 打開您的視野 如果是在YouTube上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歡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互動 那首先來歡迎今天到場嘉賓 第一位 前立委 孫大謙 大謙委員 大家好 以及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 楊老師 一斌好 大家好 陸軍退役社將 栗政傑 栗將軍 林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這一節焦點我們帶大家來關心 北約援助烏克蘭的F16戰機即將到達之際 現在又傳出說希臘也可能提供 32架比較老舊型的F16 加入比利時 丹麥 荷蘭 還有挪威的原屋F16機隊 不過有消息人士說 既然雅典傾向把他們回收給美國 等到升級完了之後再轉交給基輔 那另外一個消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宣布 首批從丹麥荷蘭運往到烏克蘭的F16戰機 他說 渴望在7月底抵達 但是中國大陸軍事專家李立認為 布林肯的推測可能比較樂觀一點 他認為實際上整個運送過程可能會有局部的推遲 所以推算這個時間他預計應該是一兩個月過後才可以得到F16 那美國空軍F16戰機本週部署到保加利亞和波蘭 讓戰機分治在東歐多地 而且相當靠近剛開始要接收F16戰機的烏克蘭 接著來看到這是全球火力公司 2022年的軍事評估報告顯示 烏克蘭只擁有69架戰鬥機 那俄羅斯有773架的戰鬥機 好 對於這個空軍聊勝於5的烏克蘭來說 李將軍你怎麼看這個北約的F16到來 對整個戰局帶來的影響 我覺得這次F16支援烏克蘭來講的話 對整個大的戰局影響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小部分的局部的戰鬥可能會有所影響 我從幾點來分析 第一個F16戰機來講的話 你交由烏克蘭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能飛 第二個你要能戰 能飛不一定代表能戰 第二個能戰之後你要能夠戰勝 能戰不一定能夠戰勝 你戰勝之後要能夠回 你要回得來 回得來代表說你要有機場讓你降落 第四個就是你回來之後 你還有再次再戰的機會 這才能夠發揮一架戰機的功能 那你不要小看這四件工作 第一個你光訓練一個飛行員能飛 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初期空軍官校的飛行員 大概在官校四年的時間 他只是初步打到能飛 那他換裝訓練到F16 能夠開始來講的話 能夠執行到作戰任務 最少要五百個小時 那目前來講 我覺得這個烏克蘭的F16戰機來講的話 他這些飛行員 原來可能是飛的是二次的戰機 那現在要轉換F16可能性來講的話 他要更長的時間來做適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俄羅斯寄了很大一筆賞金 也就是一千五百萬蘆布 說誰可以把他打下來 當初這個美國來講也是吹牛 說M1戰車或者鮑娜戰車到烏克蘭戰場 那時候他講說誰去擊毀第一輛 M1戰車的話賞金一千萬蘆布 那我跟你講那輛戰車開過來 對於俄羅斯的戰士 他看到的不是一輛很可怕的戰車 他看到是一輛黃金向他飛過來 他立刻贏上去 那果然沒錯 這個M1戰車來講的話 在全世界算是一級的戰車 那支援烏克蘭30輛裡面 現在已經被擊毀了10輛 也就是三分之一已經被摧毀了 因為對俄羅斯這些戰士來講的話 他看到是一架這種很知險的東西過來 他不認為那個是殺人的武器 那這次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雖然說有了F16戰機 你看他現在不敢直接飛到烏克蘭的領土 為什麼呢 因為你飛到那邊以後 你可能這些基地 空軍的基地或者是設施等等 都一定是在俄羅斯的打擊範圍之內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配套措施夠不夠 譬如說我要有戰機 戰機解決你一定要有預警機 那現在烏克蘭有沒有類似這種預警機 不然的話你飛到天上去 你看不到敵機在什麼地方 也不知道敵機會從什麼地方過來 我覺得這是烏克蘭要面臨的第二個問題 它要解決問題 第三個來講你後續的保養 維修來講也是 其實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F16戰機後續的保養維修 譬如你多久時間 你就必須要換輪胎 這個降落幾次以後 你的這個飛機的引擎 就要維修更換等等 像這些事情來講都是很大問題 再來我講一個關於飛行員的數量 因為你有飛機你必須要有人去飛 那目前來講烏克蘭 這個前一陣台跟美國抱怨 說他們送去的飛行員 你不要看現在說 總共要給了100多架的F16戰機 它飛行員能夠完遜的只有20幾個 所以說遠遠都不足 我們來講的話 空軍來講作戰我們有一個叫坐艙比 就是飛行員跟坐艙要有一個合比例 最好是要達到2比1以上 也就是說 我一個坐艙 我還有兩個飛行員 可以交替休息嘛 因為人不是機器 必須要下來休息 或者換另外一個飛行員上去 要這個執行作戰任務 所以通常來講最少要2比1 那你現在來講 那麼多個飛機 你只有20個飛行員 那美國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這個有一點在糊弄烏克蘭 因為那時候有烏克蘭 周恩斯基有跟這個美國 說你為什麼 可不可以增加我的訓練的人數 那亞利桑那這個飛行學校跟他講 不是只有你一個國家需要飛行員 別的國家也需要 我也要幫別的國家訓練 所以你的流露 我只能幫你 我的能量只能幫你訓練20個 那我們想想看 這20個飛行員 可不可以擔任這一次的 後續的作戰任務 那要達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另外我覺得這次來講 很明顯看出來 我必須要有陰謀論提出來 這個為什麼你美國來講 如果你有心幫烏克蘭來講的話 你應該支援他第五代的戰機嘛 F-35 為什麼只支援F-16 而且我們看到 很多都是舊型的F-16 F-16我們台灣初期用的也是F-16A 那現在來講提升到F-16C 那最近要給我們F-16V 是一代一代的更新 那我們現在看到提供給烏克蘭 都是F-16的最老舊型 那是不是很多國家利用這機會 把這舊款的F-16送到戰場去 淘汰掉之後 我跟美國換新的F-35 我覺得這是這些 北約這些國家目前心理頭 所打的算盤是這樣 是那我們來看 如果烏克蘭人會做好準備 好 怎麼這個哲倫斯基 字字句句聽起來都好像很無奈 不管是要打還是要合 好像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哲倫斯基的態度很清楚 他就覺得全世界都欠烏克蘭 全世界都應該無條件的幫助烏克蘭 全世界都應該要為烏克蘭 赴湯倒火 全力以赴 那為什麼全世界要做這樣的事呢 到底大家欠了烏克蘭什麼 不要講別人 光台灣就沒有欠烏克蘭 台灣過去長期發展外交 這個有名老是最清楚了 烏克蘭對我們一點都不友善 我們在烏克蘭還連辦事處都沒有 所以導致到現在想要援助烏克蘭 想要進行撤僑任務 還要從莫斯科或從波蘭去做 那到底我們欠了他什麼東西啊 那哲倫斯基這種大頭陣的心態 從俄武戰爭開打之後就越來越嚴重 他覺得他就是世界的救星 他是歐洲的英雄 他是代表全歐洲去對抗邪惡俄羅斯的代表 所以大家都應該毫無條件的支持他 這根本就這種鬼扯的愚蠢的 不切實際的想法 那你要講說 這個哲倫斯基自治透出無奈 我覺得如果歷史會記錄下來的話 再過幾十年回頭看看烏克蘭的歷史 烏克蘭的人民才無奈呢 哲倫斯基是烏克蘭歷史上永遠的罪人 他打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爭 他當時如果聽梅克爾的話 他當時如果在明斯克協議裡頭 按照這樣的協議來執行 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的 哪怕俄羅斯對你看得不順眼 他也沒有任何理由打你啊 可是他今天去聽了拜登的話 受了拜登的說白 當了拜登的馬前卒 然後當了拜登的匕首 最後把整個烏克蘭給毀了 烏克蘭現在毀到的狀況是嚴重到 他幾乎是沒有壯年的男子了 他已經兩代的男人 通通都被打光在戰場上了 我常常在講 我不瞭解 如果俄武戰爭結束之後 烏克蘭要怎麼重建啊 烏克蘭到底還剩下多少男人 還剩下多少能夠有工作能力的人 烏克蘭整個變成一片焦土 滿目蒼蠅 這就是哲倫斯基帶給烏克蘭的 哲倫斯基要發動這場戰爭 是因為哲倫斯基是美國的傀儡 他之所以要引爆這場戰爭 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牽涉貪腐的弊案 所以全世界有兩個人 是因為自己的貪腐問題 或者是因為自己的政權保衛 而拼了老命在打仗的 一個是哲倫斯基 一個就是納坦雅胡 這兩個人都在幹同樣的事情 他們心中想的 哲倫斯基想的不是烏克蘭 也不是歐洲 他想的是他自己 他要保住他自己的政權 納坦雅胡想的也不見得都是猶太人 也不見得是摧毀哈馬斯 他想的是如果戰爭一停 他就要下台 所以其實這個哲倫斯基 在整場俄乌戰爭當中 他就是扮演了這樣的一個 罪人性的角色 然後就把全世界 通通都吸到這個戰場上來 最後得利的是誰 最後得利的就是美國 得利的是美國 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 是最大的贏家 烏克蘭 俄羅斯 可能都受到衝擊 當然烏克蘭是最大的輸家 現在連歐洲也受到了波及 所以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 利用了一個小小的烏克蘭 利用了一個傀儡的哲倫斯基 他得到了多龐大的地緣政治 跟經貿的利益 另外一個消息我們要來看到 是波羅底海國家 愛沙尼亞和立陶宛 17號援引歐盟 對白俄羅斯的制裁 表示他們將不再允許 白俄登記的車輛 通過他們與俄羅斯 或白俄邊境的檢查站入境 這項禁令是因為白俄正直接出力 和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另外波羅底海三國輸電系統的營運商 同一天正式通知俄羅斯和白俄 三國將退出2001年的這項協議 這項協議過去讓三國的電網 還有俄羅斯控制的輸電系統 可以保持連接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現在這三國為了斷絕關係 宣布說明年2月份要把電網連結 轉移到歐陸主要的能源網路 來終止對俄羅斯的依賴 那北約最前線 波羅底海三國 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 現在都擺出了原污抗惡的態勢 雖然普丁從來沒有公開表示 俄羅斯想要重奪 對這三個國家的控制 但他們曾經被前蘇聯入侵 所以對俄羅斯的恐懼特別深 楊老師你怎麼看 是就怕蘇聯時期的惡夢會再重演嗎 要再重演重新佔領這個波羅底海三國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倒不是說這個三國有多麼強大的武力 或者是人口 人口加起來大概600萬人口而已 歷史上其實他們跟俄羅斯之間也是 事實上非常密切 大概在13世紀到16世紀吧 大概這個區域叫立陶宛王國 或立陶宛大公國 立陶宛大公國其實也佔過部分俄羅斯的這個土地 16 17世紀呢 他也被瑞典王國 然後後來部分被波蘭 俄羅斯都被佔領 可是大概從18世紀到20世紀 連續200年都是帝俄 整個就是佔領這個區域 因此這200多年 它是屬於俄羅斯帝國的這個範圍 到了1918年就一直大戰結束之後呢 這三個國家才真正像是獨立 可是呢 當那個時候德蘇之間 因為德國德意志帝國跟蘇聯 後來簽署了第一次的互不侵犯協議之後呢 蘇聯就把這三個國家大概1939 1940這段時間又併吞 這併吞就一直到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呢 這三個國家才在尋求獨立 那可是到了1998年之後進入到21世紀 這三個國家就陸續加入到北約 本來其實這個老布希啊 他們都跟就是當時的伊爾卿都承諾過 北約不會東擴 但是北約很快的這個東擴在1998年開始陸續的 這三國後來在第二波第三波當中加入 那你一旦加入北約 你就是加入到美國的這個核子保護傘 對不對 那而且不只如此 我們看到最近發生的就是它現在也有北約的空軍基地 就在這個立陶宛 在上個禮拜我們談過啊 不是有一架大黃蜂 F18那以為是芬蘭的 因為它在芬蘭灣嘛 那芬蘭跟瑞典也在去年加入到北約 成為北約的第31個會員國 第32個會員國 所以整個芬蘭的海其實就只剩下兩小塊 其他其實都是這個北約之海 那兩小塊什麼呢 也就是芬蘭灣進去的就是俄羅斯的聖彼得堡 很漂亮的一個城市聖彼得堡 還有呢 還有就是今天我們碰到這個議題 有一個飛地是屬於俄羅斯的 這個飛地叫加里林格勒 它就是在波蘭跟立陶宛中間 所以呢然後它就有一個走廊 經過的立陶宛跟波蘭之間 連到白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透過白俄羅斯從這邊很多路上的連結 是透過這個走廊 那現在它可能要去把這個走廊 以及其他的這個路径的港 這個把它關閉起來 更進一步的防範 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在就是進入到 透過這個管道 特別白俄羅斯 因為在烏克蘭的北部 那可是加里林格勒 事實上是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的所在地 其實它也是康德的家鄉 我們講那個哲學家康德 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的 他那邊過去曾經是也被德意志佔領過 普魯士應該普魯士 後來變德意志的一部分 那戰後呢就變成蘇聯所掌控 可是一直到現在是屬於這個蘇聯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地區 其實俄羅斯當然是痛恨在心 可是因為它是北約的一部分 那將來我覺得當川普上來之後 可能北約的這個角色會有一些變化 這三角國呢會不會有所節制 我們看後來的發展 日本媒體獨賣新聞在18號提出了一項警告 是針對中國大陸建設中的基地衛星影像進行分析 說北京正穩步擴增軍備 同時建立包含直升機基地 滾裝船燈艦等各式的訓練場 那意圖透過大量的直升機低空突襲 奪取台灣重要的設施 那日本政府最新的分析結果還顯示 解放軍的地面部隊有能力在一週之內登陸台灣 其實這個數字呢 比起之前日本政府他們所估計說 大約要一個月的時間來得更短了 那這會使得美軍來不及反應 就對台灣發動一場超短期戰 好 立將軍就您的判斷 這種短期決戰它的可能性 我跟各位講 如果說一週再登陸台灣的話 這場戰工軍就輸了 對不對 你要花到一週的時間才能夠登陸 我覺得這個實驗太久了 其實如果說登陸作戰來講的話 解放軍他一定是速戰速決 他一定在第一時間能夠登陸 他不但要登陸台灣 我們以前的想像中登陸台灣是渡海作戰 這個他身體不沾水 一次可以上來2萬人 按照他的數據來講一次2萬人 這2萬人是身上不碰到一點海水 就可以到台灣來了 包括他的直升機 包括他現在075的載具 或者是滾裝貨輪 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滾裝貨輪 可能有些觀眾不太了解 滾裝貨輪就是什麼 就是運汽車的這種輪船 像我們現在如果到澎湖去玩的話 你可能看到我們車子開到船上面 它有一個板子放下來 然後汽車就可以開下來 那當然這些滾裝貨輪 我們台灣是比較小的 那有些比較大的滾裝貨輪 它可以運推土機 或是運輸機 大型的機具是用這種貨輪的運輸 所以我特別要講 如果說是解放軍要攻佔台灣的話 第一波當然最明顯的 它是可以用火箭彈來做起地 探望我們指管通勤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我們這次來講 漢光演習我們自己要演練的 叫做去中心化指管 去中心化指管就是 一旦開戰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指管通聯 恒山指揮所 沒辦法指揮各作戰區 這個很明顯 所以我們台灣自己在演練這個項目 各作戰區各自為戰 甚至各營各自為戰 沒辦法發揮統合戰力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們國防部自己承認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它會立刻過來的話 為什麼說它 可以不用傳統的兩棲登陸 沙灘能有登陸 它要奪取的就兩個地方 一個是港口 一個是機場 它奪取了機場之後 你看看它現在有多少運20的戰機 一下運20戰機 可以有240個武裝人員 如果說是我們減裝來講 帶上裝備 含上裝備來講的話 大概可以一個加強連 那如果說一次下來三降的話 就一個贏的病例下來了 所以它第一個是奪取機場 第二個是奪取港口 港口一奪取以後 這滾裝後輪 就是陸陸續續的重型戰車 就可以從這個滾裝後輪下來 那我們台灣我們看看 我們西部海岸來講的話 有多少個港口 其實從北部來講 包括從基隆港 台北港 台中港 這是大型的港口 那中小型的港口 其實也不在少數 包括很多港口滾裝後輪 都可以下來的 比如說是最南部的仿寮漁港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滾裝後輪 可以下來的港口 然後新竹的南寮漁港 像這些 那我們現在自己有多少兵力 可以對這港口 直視來做安全上面的維護 以及防衛作戰 那機場來講更不用講了 大家不要忘了 現在作戰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都認為說是 敵人會在西部海岸登陸 所以最近我覺得很明顯 它可能在東部地區來做登陸 尤其是東部 我們每天看國防部自己所發布的 這種共軍擾臺圖 你就會注意到有一架直升機 每天在台東外海 那架直升機從哪裡飛過來的 不會從大陸飛那麼遠 它一定從軍艦上面起飛的 那就代表什麼 有一艘軍艦一直在台東外海 那可能不是一艘可能兩艘 有軍艦就代表有潛艇 在這下面 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很明顯的 我們自己來講的話 我特別要講說 我們判斷這些事情 不能光口說無憑 我們前兩天在附岡漁港 我們自己國防部 民眾拍照附岡漁港 有很多的飛彈快艇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自己的海風中隊 在台東那個地方來了 你把這些反艦的 熊二熊三飛彈擺到台東去幹什麼 那就代表說一定是台東外海 有很多的狀況 尤其是這什麼 這次我們自己國防部發布的 它是072兩棲登陸艦 那如果說是敵軍 解放軍在台東外海 我們以前都認為 他不可能到台東去登陸作戰 如果他在台東外海實施登陸以後 你想想看他的好處有什麼 第一個他有現成的港口可以用 包括台東的成功港 對不對 有很好的機場可以用 包括花蓮的嘉山那個 他對外可以反介入軍事作戰 可以對美軍來講反介入 對內來講的話 他可以源源不絕的 各種作戰物資 就是從這幾個港口或機場上來 那當然陸陸續續來講的話 現在我相信 如果說是我們東西兩岸 同時面臨解放軍的攻擊來講的話 等於我們腹背受敵 那這種狀況是要 到底是要先豎清東部的 還是要先豎清西部的 那在西部地區來講 是要先打登陸部隊 還是要先打空降部隊 其實我都有 我覺得國防部這次來講的話 漢光40號必須很誠實的 面對這些問題 那你當所有的部隊戰力 尤其是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他第一波 就可以有兩萬正規軍的一個 登陸作戰 那兩萬正規軍他可以 因為主動有權在他 他可以選擇在北部 中部 南部 你不曉得他在哪個地方 那我們防禦的兵力 就比北中南全部都部署 甚至連東部都要部署 那貝多自然就立分 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說是日本 這個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跟他討論一下 我覺得他一週的時間 只是登陸來講的話 如果一週才能登陸來講的話 代表我們有這個能力 將他後續的運母團團擊滅掉 所以解放軍如果說是 在抱這種速戰速決的 戰術觀念來講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用到一週的時間 才會登陸台灣 好 說到解放軍的動作 我們來看到共機最近 真的是幾乎天天繞 想到就來繞台灣 從昨天上午6點到今天上午的6點鐘 國防部就爭獲共機17架次 其中有12架次逾越了海峽中線 進入了我方的北部西南東部空域 那9艘次的共艦 還有公務船有一艘 持續在台海的周邊活動 國防部重申 共軍運用人物機械 還有這個暗置飛彈系統 很嚴密在監控也會做應變 好 那像就像剛剛將軍提到 現在好像你可以看到 幾乎現在不管是國防部的新聞稿 天天都是共軍繞台 好像就只是換了日期 還有戰機跟數量 那一般民眾來說 好像已經漸漸的習以為常了 但其實大家也說 這非常大的警訊 因為解放軍機在中線以東 刻意穿越了我方的線航區 已經是常態了 大仙哥你怎麼看 會不會像是這個溫水煮青蛙 那哪一篇會不會就油煙轉工 當然這極有可能 就是說解放軍現在 不管是他們的軍機 或者他們的戰艦 幾乎常常上演 那個台灣一日遊的戲 三不五時大家就飛來台灣繞藥 然後你會發現說 解放軍的軍機 幾乎每一種機型都飛來過了 該飛的都飛來過了 一架也沒漏掉 大家都來了 所以很明顯的 解放軍飛過來 不是只是為了觀光 他不是只為了飛過來 拍一張什麼中央山脈的照片 回去放在微博上 他不是為了這個 他為了是在進行常態的演練 為了是後續的軍事行動要先做預洗 所以他才會各式各樣的軍機 軍艦通通都採取同樣的行動 那麼這是第一個 我們必須要警惕的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 他現在越過了中線 我們國防部雖然講得很大聲 那你有種就開火試試 找一架越過中線 你把他打下來 你敢不敢打呢 不要說越過中線了 再近一點你要不要打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不敢打 所以我們就只出一張嘴 或者我們就派幾架軍機上去扮飛 然後就呼喊一下 然後就拍一段新聞拿下來給 這個個台來播放一下說 我們的軍機有上場去攔截 但是我們真的敢嗎 我們真的做了攔截嗎 並沒有 你光看上次中國大陸的海巡船 把我們自己的燈箭來進行檢查的時候 我們的海巡署在哪裡 中國大陸的海警船做這樣的行動的時候 我們的海巡署也不敢跟他正面做對抗 所以今天這種不斷地飛越中線 不斷地在測試台灣底線的做法 其實它就是壓縮我們的反應時間 壓縮我們的生存空間了 它不斷地壓縮 我們究竟是什麼時候要動手呢 那第三個關鍵問題來了 就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還僅僅只是說 這個共機跟共艦飛一繞一繞就走了 如果它接下來在台灣海峽 直接執行海警船的任務呢 它如果今天直接在台灣海峽 頻繁地例行性地 在針對我們台灣海峽的這些各種船艦 大小船艦進行登船檢查 我們國防部該怎麼做 我們究竟當作沒這回事 事後才到現場安撫一下 還是我們真的就敢真的就動手 就發動第一擊 答案清楚明顯了 台灣沒有這個實力 就剛才利教軍講的 我們沒有這個本錢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國防部在講的這些都是鬼話 這些都是吹牛的鬼話 就自己講給自己開心 自己講給自己勇敢 但是最終如果真的要面對的時候 你從來就沒有看到國防部 真的採取正面積極的態度 但是現在關鍵問題來了 大家都說中國大陸是紫老虎 狼來了 狼沒來啊 對狼來了 狼沒來 可是最後狼來了沒了 一次狼沒來 二次狼沒來 一百次狼沒來 一千隻狼沒來 可是只要一次狼來了 台灣就完了 就這麼簡單 我們要玩狼來了遊戲嗎 我們坐在這邊笑中國大陸是紫老虎 說你看又上演狼來了遊戲了 但是最後有一天狼來了怎麼辦呢 各位不要忘記喔 當時俄烏戰爭是怎麼爆發的 俄羅斯是在烏克蘭邊境做軍事演習 他在發動攻擊的前一天 他還對外宣布演習結束 還拍了畫面 這個火車上面運的這個坦克車 全部運回俄羅斯的本土 當時這個畫面都拍出來了 然後你去看人家去訪問這個基辅街頭的這些民眾 還正在醉身夢死的這些人 他說不會啦俄羅斯不會打來的啦 這講了幾十年了 我們都聽習慣了 最後打來了沒 第二天都打來了 所以這個情況會不會如此發生在台灣呢 那我們就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了 好 那姚老師你幫我們短答 你怎麼看說這些動作是不是解放軍 它真的意味很濃厚 在釋放這個實戰演練的味道 我覺得其實我們台灣人 真的要很嚴肅地面對這些問題 因為一天到晚在做 而且這個我們叫灰色地帶 它已經叫做執法地帶 而且頻率 數量 範圍 不斷地在做演練 擴大 習近平曾經跟拜登當面講 沒有所謂的攻台時間表 2032 2035 沒有這回事 我覺得他講的是真的 因為何時攻台這是一個政治決定 我覺得這個政治決定他還沒有做 可是就軍方而言 軍事而言 軍事演練 這個當然是這種攻台的演練 這是一個軍事準備隨時要做的 他已經開始在全面地做 日本的媒體登出來的一個東西 我完全不驚訝 我們這邊老早就這麼講 美國 日本 台灣自己都做了多少次 N次的兵推 你覺得大陸的解放軍不會去做兵推 不會去做演練 也不會去在所有不同的海軍 空軍 內陸他們的基地來去做各種各樣的 這種計劃的安排演練嗎 當然會 軍方一定要做 就等待政治做決定 我覺得很有可能的是這樣的過程 當他政治做了決定的時候 他會要求台北有一個政治談判 這可能不到一個禮拜 你如果不接受 他馬上就可能閃電攻擊 是一個混合型的作戰 海上封鎖 火炮攻擊 網路攻擊 網路作戰 最後呢 到登陸作戰 這個時間多長 立正軍說 不會很長 一定是超短作戰 一定是超短作戰 這四個層面 然後呢它會是一個 在同時配合的區域拒止 跟反介入的部署 這樣子的一個針對台海 台灣島嶼上的混合作戰 我覺得在這個之前 會不會有一個政治談判的要求 如果台灣這邊明顯的拒絕 馬上你可能面臨到就是戰爭 那比如說俄烏戰爭 它會不會說趁你不備 其實備跟不備都已經不重要 對不對 備跟不備 美國能夠有足夠的準備嗎 川普就說嘛 隔了太平洋跨越這麼遠 他們做不到 距離台灣最近的家首那基地是650公里 但那只是空軍飛機而已 距離台灣最近的美國的海軍基地 是2100公里 那個是在橫須賀 也就是神奈川縣 那來 來得及嗎 關島2200公里 夏威夷8300公里 鎮地牙哥 那就是川普所講的 跨太平洋的 一萬一千公里 來不及的 我們休息一下更多精彩內容 馬上回來 給予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 日元對美元在7月17號盤中 跳升超過1% 美元指數也重貶0.6% 貶破了104價位 原因是市場對日本干預會市這個憂慮 揮之不去 再加上重返白宮機率大增的 美國前總統川普 點名日元疲軟這個問題 引發了全球會市的連鎖效應 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 木內登英 他指出日本的經濟 特別是消費力道是比較弱的 那政治情勢也不太穩定 所以民眾跟政府呢 恐怕都不樂見生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日營就決定先減少購買公債 那現在日元持續在貶值 今年7月份甚至扁破了161日元 對1美元的價位 這個價格創了37半年來的新低 我們想請教大清哥 你怎麼看日元到底怎麼了 日本真的很悲哀喔 他最大的悲哀就是跟錯了大哥 日本跟了美國 認了美國當大哥 他就對美國言聽寄從 美國叫他做什麼犧牲 他就犧牲奉獻拋頭顱灑熱血 只為了美國老大哥 日本的經濟之所以會有今天 完全都是美國造成的 我們姑且不要論 當時是美國怎麼打壓 日本的這個家電用品 日本是怎麼打壓 這個美國是怎麼打壓 日本的這個汽車 美國當時因為跟日本的貿易逆差太大 所以他當時就在廣場協議裡頭 他本來是逼日本跟西德這兩個國家 逼著他們那個貨幣要能夠升值 然後呢這個美元適度的貶值 然後增加美國所製造的這些產品 在國際社會的競爭裡 當時美國打的是這個算盤 西德沒有買單 日本買單 所以日本在當時廣場協議裡頭 讓日幣大幅升值 造成了日本現在本來失落了10年 失落了20年 到現在失落了30年 眼看著可能叫失落了40年了 就這幾十年來 所有的這個原因 都是因為當時廣場協議所造成的 那麼日本到現在的狀況很清楚明白 日本他沒有通過膨脹的問題 日本他現在可能甚至還有通縮的問題 他的物價在過去這些年來 他的漲幅非常的有限 很多國家看到那個通膨 就大家就很害怕 對日本政府來說 他如果看到通膨 他快笑出來了 他覺得我們終於走出泥鬧了 我們終於會通膨了 沒有 日本物價沒有什麼變動 所以呢這個整體的薪資水準也沒有變動 所以日本現在幾乎要陷入一個經濟停滯 甚至衰退的一個狀況 在這種情況 日本怎麼升息呢 日本沒有升息的本錢啊 他如果現在的經濟就已經這麼疲軟了 他再升息一下去 他如何去支撐他現在國內所面臨的困境呢 好 日本不升息 可是美國在升息啊 因為美國現在所面臨到他自己的通膨問題 這就是美國利用自己當美國霸 這個當國際的這個貨幣的霸權 所享受的巨大的紅利 他每一次升息 全世界就要震動一次 他每一次升息 全世界所有的資本市場的資金 全部就要回流到美國來 美國現在就是面臨這樣的狀態啊 所以美國不斷的在升息 而全世界各國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升息 因為我們沒有像美國這麼嚴重的通貨膨脹 我們沒有必要跟著美國的腳步一起升息 各位知道這就是一個利差的概念了 當你的錢同樣一筆錢 你存在美國有5%的利率 你存在台灣只有2% 你會存哪裡呢 你當然換成美金存美元定存啊 或者是買這個美國相關的一些產品 這是現在台灣很多民眾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台灣現在很多銀行都在推出美元定存的這個產品給你 為什麼 就是因為利率高啊 所以大家想 當大家都想把錢變成美金 存在美國或者用美金的方式持有的時候 美元的這個匯率當然這個 這個價值就當然大幅的提高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不只是日幣喔 這個貶值 事實上整個亞幣都在貶喔 像昨天我看到的數據是 台幣是貶的最嚴重的喔 就台幣目前為止 這個還是相對疲軟的喔 那所以日本它現在貶破了161日元 並不令人意外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利率跟美國的利率 會有太大的差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日本的錢當然都會源源不絕地往外走 那你說日本銀行為什麼不去守 日本銀行守不住啊 這沒有辦法守的 這不是說日銀下去干涉會市 它就可以把它守得住 沒辦法 因為現實就是如此啊 錢有兩條腿 錢會找利率比較高的地方去parking 它沒有必要要留在日本喔 那麼最近這幾天 日本稍微反彈了一些 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 那是因為川普的這個震盪 所以呢 看起來這個 這個川普的震盪之外 然後包含美國最近這幾季 這一季喔 它的經濟數據看起來 它的通膨已經減緩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 當這個美國聯準會的這個主席 鮑威爾對外講 看起來要放鴿喔 就採取鴿派溫和的立場 大家都預期 9月美國要降息了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元公債才有更多的人會去買 然後接下來各國的貨幣 才不會因為利率的失衡 而急速的貶值 所以最近看到的日元的反彈喔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是說到日本的狀況 這個財信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河他在臉書上也有發文表態 他認為說日元升股價反而下跌 還有剛剛包括大清哥幫我們提到 全球都很害怕這個通膨 但是日本卻很喜歡 這些跟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完全背離 他認為30年的泡沫經濟的調整日本的元氣 還沒有恢復 但是日元貶值卻給了日本調整元氣的空間 那提到這個貶值的原因 一般人認為呢 常常聽到就是說 剛剛包括提到了 美國跟日本的利率差距過大 那換句話說 只要美國降息的話 日元理論上就會升值 從貿易收支來分析 日本是貿易順差國 過去這樣的關係會成立 但現在不太一樣了 大清哥你怎麼看現在有所謂的 日本是這個假面順差國這個說法 日本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經濟停滯的這30年 就是它一直沒有走出這樣的困境 所以當然表面上看起來 日本是一個貿易順差國 可是你如果看到日本現在整體的經濟環境的話 它就是講白了就是一灘死水 就完全幾乎不會動了一灘死水 我說過你看過一個國家30年的 那個物價沒有什麼太大的浮動 然後呢幾乎沒有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低到嚇死你 然後大家還怕變成富的了 你看過一個國家30年來 這個大家的工資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漲幅的空間 這算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就是要進入一個惱死的狀況了 所以其實日本在過去這30年 一直想盡各種辦法 要走出這個困境 就日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日元的貶值 是因為它跟美元之間的這個 這個利率的差距太大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之前 日本政府就曾經放手讓日幣貶值 因為它希望藉由讓日幣貶值去刺激 這個所謂的觀光客 各式各樣的消費的行為 所以日本不是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當時大家聽過最有名的就是安倍的三支箭 那麼安倍三支箭最後都射出去了 短時間看到了一些效果 但是後來長遠來說那三支箭就沒了 但是那三支箭裡頭它在做的就是希望讓日元適度的貶值 這就是謝金河講的為什麼會讓這個日本有調整元氣的空間 各位知道匯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一個國家的匯率是浮動的 所以匯率其實我常常在課堂上教我的學生說 匯率是一個國家救自己經濟最好的辦法 就當你這個國家經濟很疲軟的時候呢 你的貨幣就不值錢了 然後你的匯率就變得很低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的競爭力就變高了 因為你的匯率低啊 所以我在國內生產的產品 我在國際社會上去 我換算成美金的時候 我的價格比人家便宜 我的競爭力就變高了 然後包含我自己匯率低 如果我是比如說像日本 像阿根廷這些國家 還是可以觀光大國 大家就會要跑到這裡去觀光 來這裡消費 不要講別的 大家先光看一下你現在走在日本東京街頭 你前後左右通通都在講中文了 是 好我們再來看到了 除了日元之外 我們還要關心到的包括 美國大選其實也牽動了投資人 對於這個市場的敏感程度 外營就特別提醒 除了大選之外 地緣政治風險還有美國的經濟與財政問題 都讓市場上擔憂 說下半年市場的波動性會進一步的增加 那黃金作為避險資產的重要性顯著也提高 各國央行儲備和屍體黃金的消費提升 將持續支撐黃金避險的需求 年底的金價可能會上漲到每盎司2600美元 我們想請問楊老師你怎麼看說金價的表現 以及如果川普這個當選的可能性現在增加 那是不是刺激說這個資金會流向美元 其實川普在過去他都講了很多遍 他說我是一個強勢總統 但我不喜歡強勢美元 就很簡單嘛 剛才大選委員講的 你美元強的話 你東西賣不出去嘛 對不對 他如果要讓美國的商品再一次能夠行銷 就美國的經濟的話 美國的製造業回來 你製造業回來 你要賣得出去 不是賣給自己人而已啊 對不對 東外賣的西岸 不是你要賣的全世界 他講過好多次 從2019到最近他都講過 他覺得美元應該要扁 應該這個 不是現在這樣子 這麼強勢的這個美元 他就剛剛講的 我是個強勢總統 但我不喜歡強勢美元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喜歡去提高關稅 對不對 那你這個保護主義提高關稅 那你會造成你自己內部的這個通膨提高 可是他又要去減少稅收 減少稅收你就要提高利率 可是你又提高關稅 那你通膨又提高 那其實你美元還是會在一定的這個高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這有點矛盾 我看到這兩天 紐約時報自己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說川普萬斯團隊當中 在這個所謂的貨幣政策跟貿易政策 事實上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 因此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要他真的上來之後 他到底是針對怎麼樣的一些產品項目 開始在進行全國性 全球性的這個提高關稅 還是只是針對跟中國這個商品 然後呢你要看到他開始怎麼樣去減少這個就是稅收 這些一連串的這個從金融到貿易的這些措施 因此這個時候我反而覺得金價黃金 反而不是更好的避險的一個商品嗎 雖然它已經夠高了 可是呢這個時候黃金這個虛擬貨幣 我覺得而且甚至可能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貨幣 在慢慢的在這個川普上來之後 可能都會呈現的就是說 不是完全的美元的這種霸權單一的主導 而會慢慢的跟國際政治經濟的形態有點接近 就呈向多極的發展 那但是這個東西對美國的經濟好不好很難說 就看後來去川普的各式的政策 好貨幣消息我們還來看到根據俄羅斯報報導 俄羅斯境內的人民幣存款利率持續在上升 目前最高已經達到6%到6.5% 跟去年相比俄羅斯銀行的人民幣存款利率幾乎是上漲兩倍 不但許多的公司和銀行需要人民幣來儲戶 也把它視為最熱門的儲蓄的外幣之一 好 麗將軍你怎麼看說這個人民幣取代歐元 成為現在俄國第二大受歡迎的貨幣 簡單幫我們回答就好 我想說人民幣很簡單嘛 所有的鈔票都是有三種價值 第一個就是它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明明就是一張紙而已 那如果我這張紙代表的是可以買一升米的話 我就有一升米的價值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我可以做支付的功能 就是說我這張紙 譬如說給楊教授 楊教授願意給我一升米 就有支付的功能 那因為有這兩種功能之後 大家就會去把這個存起來 我存十張紙我將來可以去買到十升米 我覺得這是貨幣最簡單一個道理在這邊 那現在俄羅斯很明顯 它因為被踢出SWIFE 它現在很產油的大國 它也是原物料的大國 它只能賣兩個國家 第一個是中國 第二個是印度 那印度的貨幣叫盧比 我問你你現在如果到市場上 你去拿盧比說 跟一個小販說 我給你買兩個這個沖盧比 我付你盧比 我想那個小販不收得來 我拿你的盧比 我能什麼用 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說是付給這個小販人民幣的話 它就會收 所以價值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關鍵在俄羅斯來講的話 因為它不能用這個被踢出SWIFE之後 那它賣給中國的 它只能用人民幣來做交換 那當然跟這個印度來講 它用這個盧比換它的盧布 可是印度的盧比實在是不好用 因為我只能跟你印度買東西 你這個盧比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它就跟中國來講做人民幣的交易 那銀行為什麼要出到這麼多的錢呢 因為新興的國家他們要用人民幣 對不對 如果說是俄羅斯 我拿這個人民幣 銀行拿了以後 我拿這個人民幣 我可以去很多的新興國家 我可以去那邊買我國家所需要的物產 所需要去做投資或做各種運用 所以說銀行願意付出這麼高的這種利率 來提高人民幣的這個價值 俄羅斯人民也願意把這個錢 當人民幣來儲存 那歐元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支付的性能來講的話 確實是比例上面是降低的 更多精彩內容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回到歡迎全世界 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 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指出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正朝著 太空武器化的方向來邁進 中國甚至在太空當中建立一個殺傷網 這可能對美國的自我防衛能力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像是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克魯斯他就警告說 美國正夢遊走向災難 他說俄羅斯和中國都認為在衝突發生早期 甚至在衝突發生之前 利用太空是威責或逼迫對方行動的重要能力的展現 那他也說了俄羅斯即將能夠在太空當中引爆核武器 這將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帶來了高昂的代價 他呼籲美國方面真的要做好準備 好 李將軍你怎麼看現在俄羅斯放大絕 我特別要說 在這個軍事戰略上面有三種理論 一種叫海權論 是美國的學者提出來 誰能夠掌握到海洋 誰就能夠擁有世界的財富 第二個是陸權論 英國的戰略學家所提出來的 他認為歐亞非三個是一個大陸板塊 誰能夠控制住這三個大陸板塊 誰就能夠掌握到全球 然後第三個理論叫空權論 是義大利的杜黑戰略學者所提出來 那個時候因為開始有空軍 他認為誰能夠掌握到空軍 掌握到天空 誰就能夠掌握到戰爭的勝敗 那事實上也證明如此 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目前全世界來講都講求制空權 但是制空權現在已經不足以 維護一個戰場上的優勢 你必須要在太空之中 每個國家尤其是先進的國家 從美國、俄國還有中國來講 現在都積極在向太空來做發展 美國是從雷根時代就做這個動作 雷根的時候大家都記得 他有這個太空星戰計劃 他希望在太空之中用衛星來擊毀人家的衛星 那俄國來講是最粗暴的 他就是發射一顆原子彈 核子彈在太空之中爆炸 利用這電子波把別人的衛星全部都是擊毀遭落 那中國現在在這方面有沒有進步了有進步 我們這次看到神舟18號 在太空人他在太空之中 他可以用這個伸出機械臂 把這個衛星抓回來 那他現在可以做這個科學動作 暫時的時候他可不可以把你的衛星抓掉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非常高 因為衛星一旦沒有的話 我們不管是GPS、導航或者通訊都會中斷 所以我想說是包括這三個 那目前來講這三個先進的國家 都在太空之中尋求一席之地 那也在太空之中尋求最新的科技發展 那當然在商業上面有它龐大的利益 譬如說低軌衛星 將來是6G運用的時代 這是商業上的利益 誰能夠掌握到6G 誰能夠掌握到低軌衛星 誰就能夠掌握到世界未來的財富 那軍事上面的話更是如此 誰能夠掌握到空天軍 誰就能夠有這種掌握到軍事上的強權 那俄國跟美國來講 都有這種專業的所謂第六軍 就是他們的太空軍 那中國在這方面也沒有落人於後 只是它沒有單獨成立一個太空軍的名義 它的部隊叫做戰略支援部隊 它是將它定位在戰略支援部隊下面一個太空 它就不願意這麼招搖、囂張 讓其他國家眼紅或者是注意到 事實上我覺得說是 從這次神舟16號還有長河6號回來的話 總總都代表說是 中國在未來在太空發展 是有它一席之地的 是 那這個一席之地讓美國感到壓力了 那我們來看到剛剛提到的這位 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克魯斯 他還指出中國在太空領域的快速擴張令人擔憂 他說大陸正處於以前從來沒有使用過的多個軌道上 並且已經在這個定向能武器、電子戰能力 還有反衛星技術方面投下了巨額的資金 克魯斯甚至直接明講說 中國是唯一一個比美國更具有太空理論 還有太空戰略的國家 認為說他們訓練演習太空還有反太空能力這樣的方式 是美國前所未見 好 楊老師你聽這一番發言 現在是這一場太空爭霸戰 中國已經勝出了嗎 這個中國勝出我覺得現在才言之過早 但是我覺得真的有一點 目前幾個事件看起來 美國其實真的是要加油 你看那個嫦娥六號對不對 它在月球背面 然後呢帶回了叫月朗 這已經第二次帶回來了 那結果呢美國在那邊 NASA跟國會報告說說 我們希望中國能夠給我們月朗 他自己都忘記 2011年美國國會通過那個 沃爾夫的那個條款 禁止所有美國的NASA跟太空的這個計劃 所以是跟中國做接觸 而甚至更早的時候 93年94年的時候 禁止中國加入到國際的太空戰 所以才會促使中國走今天的自己的這個航天計劃 那現在他跟中國要這個月朗 那中國就不給他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件我想變成一個新聞事件 讓大家也看到中美之間太空競爭的這種差異 另外一個是就是最近這幾天 美國NASA就取消掉一個計劃 就是那個月球探索車 就月球車了 他希望到應該是到月球的南極去探尋那個就是水冰 的這樣一個計劃 那結果4.5億美金 他說這個計劃要繼續擴充到6.1億美金 那覺得這個計劃太龐大 所以呢把還沒有花的8000萬美金要留下來 省下來 所以他把這整個計劃取消 4.5億美金 美國的國防預算是8800億美金耶 對不對 所以這也表示出華盛頓現在看的這個重點 已經不是在太空 而是太空探索 他可能在看的是太空軍 那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因此太空探索這個層面 4.5億變6.1億的月球探索車都被取消掉 同時你不要忘記哦 6月6號 波音的那個叫做星際 那個叫做星際什麼 星際飛船 那兩名太空人現在還在上面 下不來 怎麼辦 他可能說可能到8月份才下得來 所以說從預算面 決策面 現在到就是這個技術面 美國現在都碰到問題 你說中美之間的競爭 誰看起來 占上風 是 現在說到中國的動態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國家太空實驗室 現在也有最新的展獲 這是這位科學院院是魏秉國的團隊 他把數百個高性能的南融合金樣品 先後在這個中國的空間站 無容器材料實驗櫃裡頭 進行了六個批次的載軌實驗 其中有四個批次的南融合金 已經搭成了神鐘飛船 回到地面上來 不過美國方面也是有動作 美國也讓這個科幻電影情節真真了 這是科學期刊的報導 說美國的科學家 他們在研發這一款 您從畫面上看到 可以內建到太空衣裡頭的過濾裝置 說這個靈感來源就是來自電影沙丘 那這個太空衣它的配備很特殊 你看到的這個過濾被囊 它可以把回收這個排出的尿液變成水 然後再飲用 延長在太空當中行走的時間 減少不舒服的感覺 好 那大謙委員您怎麼觀察說 這個美中二在太空實驗競爭的百日化 你看到美國官員對於中國大陸 在這個航天科技發展所做的這些談話 就再一次的反映了 美國這些政治人物的這種心態 它的第一個心態是什麼呢 就是永遠見不得別人好 就是別人不應該做的比我好 別人做的比我好他就是有問題 他就威脅到世界和平 他就是將來大家的隱憂 他就會拿來做戰爭 他就會拿來做侵略 這是美國慣用的一套劇本 任意的套在任何一個狀況情境裡頭 只要他看誰不順眼 他就把這個套下去了 那第二個這個美國長期以來 他們的心態是什麼呢 就是地球全地球都是他家的 所以全地球大小的事都歸美國管 然後他現在認為全宇宙也是他家的 所以你要到宇宙 怎麼可以到我家來親門踏戶呢 宇宙也應該歸我管啊 沒有得到我的同意 怎麼可以到宇宙來呢 可是大家要知道 中國大陸的航天科技 是在美國封鎖 甚至全世界都隔絕的情況之下 靠著自己的力量30年 三代航天人能夠走到今天的成果 剛才立將軍講到說神舟計劃 我看到中國大陸的網民 看到神舟計劃的這個發生 第五神舟五號成功之後 一次又一次的上太空 上太空的次數已經多到 他們說有一種驕傲 叫做習以為常的驕傲 就是我已經很習慣了 但是我真的很驕傲 因為那是憑我們中國人 自己的能力做到的 你更不要講天空太空站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第一個太空站 是1986年 那叫和平太空站 接下來1998年叫國際太空站 可是到最後是中國大陸 靠自己的努力發射上去的 天空太空站 現在在地球外面 軌道在繞的圍 兩個太空站 其中一個就是屬於中國 這個太空站沒有靠西方的網路 完全是靠中國人的回憑 靠自己的力量的回憑 所以其實美國當然就是 特殊的網路 而且我們要進去